小小的冰糖 一碗 一碗 小小的冰糖 一碗 哈囉大家好,Steven你今天想要挑戰的是 假裝不會說日文 用英文在日本的星巴克 跟店員點餐的話 到底能不能夠成功呢? 今天想要做這個挑戰 其實是因為我一直都很想要教大家 怎麼用日文 點餐 但是我就想說 那其實用英文點餐真的會不通嗎? 真的有必要學這個日文嗎? 所以我就是 首次用在日本 用英文點餐 因為我就是第一次來日本的時候 其實就會一點日文了 所以沒有做過這樣的嘗試 算是蠻緊張的 那其實我已經就是買完了 那覺得這一次最厲害的是 最厲害的就是最讓我驚訝的就是 一開始我都覺得 我跟這個店員的心意是相同的 就是我覺得 我講的他都有懂 然後很順利 但是沒想到在最後 就是他拿出來給我的東西 其實跟我想要的不一樣 他說他們最讓他們是一種很小寶寶 我想兩種大雞 一種大雞 一種很小 一種很小 一種小 一種很小 一種一種很小 一種大雞 啊 聽不懂,我可以用來吃嗎 不用? 對,一杯但不用 用來吃吧 對 一杯小杯小杯小杯 對 對 一杯小杯小杯 對 一杯小杯 對 沒有碗在裡面 沒有碗? 對 可以用卡卡嗎? 我請你去買碗 請你去買碗 我買碗的碗 我買碗 我買碗 所以我買碗 好,那我買回來的東西在這裡 這個是就是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他們都叫做チャイティラテ 就是印度茶的那個拿鐵 然後這個是這個size是short 就是short size 那這個size是toll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中杯 那這個的話我在台灣沒有買過 但是聽說還是買得到這個size 就是它沒有寫在菜單上而已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我沒有試過 那這個size的話它叫做 好像是240ml左右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我想要跟店員說我要去冰的時候呢 大家有看到影片的話就是 他拿那個冰塊 把冰塊裝在別的杯子裡面 然後給我 然後就覺得去個冰 去冰的英文沒想到這麼難欸 就是我已經盡了我的全力跟他講說 no ice without ice no ice in it 就是我想的到底就是這些 然後結果還是沒有通 大家如果對於去冰有什麼更 就是明確的說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好所以事實證明用日文點餐 可能還是會就是遇到一些困難 那如果這些點餐我們想要用日文講的話 要怎麼講呢 首先請給我兩杯チャイティ拿鐵這一句話叫做 チャイティラテをふたつください チャイティラテをふたつください 那記得數字是要講在ください的前面喔 チャイティラテをふたつください 星巴克用的尺寸呢 有些人可能知道 它的英文其實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 small、medium跟large 而是 看一下小超 最小的這個杯子 叫做short 那這個m size呢 中杯叫做tor 那之後的大杯叫做grande 那特大杯叫做bendi 我其實之前就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就想說 因為我只會講toru 那時候 就是我只會講toru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講其他的size 就是可能會不同 或者是我可能唸的他們會聽不懂 所以我就是 雖然想要喝小杯一點的short 但是就是永遠都點toru 因為我只會唸這個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size的話 可以把它稍微背起來 好第三個呢 如果是熱的 熱的跟冷的應該要怎麼講呢 熱的叫做hot hot 不要笑 就是這樣 冷的叫做ice ice 但是因為其實真正的英文 好像如果冷的飲料 它後面這樣這樣 滴的 就是ice ice 就是我查知道它是這樣講的啦 如果有錯的話 大家跟我講一下 對但是 但是在日文裡面呢 它是沒有把這個d的音把出來 就是直接講ice ice 比如說 ice chatirate 這樣子 ice chatirate 那如果去冰的話呢 冰塊的話 其實日文有一個字叫做 k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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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去冰的話 其實應該要講koriなし koriなし koriなし 這應該就是我跟那個店員溝通上面最大的一個障礙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冰的 但是 no ice 所以就 講成英文就會講說 ice but no ice 然後他就有點不懂說 那到底是 要怎樣 對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 比較習慣喝去冰的話 我覺得koriなし這個字非常值得背起來 koriなし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其實因為我非常常喝chati latte 就是我住在日本的時候 喔對 chati latte是一個台灣沒有的飲料 大家有發現嗎 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很神秘 對 那chati latte他在 就是我平常在點去冰的時候呢 通常店員都會問我說 那要不要幫你就是多加牛奶 因為其實你看就是 他去冰的話 這我沒有喝過 去冰的話就會少這麼多 那通常我點的時候 然後用日文點的時候 他們都會問你說 那這個少掉的量 要不要幫你補牛奶 那我都會說好這樣子 但是 no 這次用英文點 他就沒有問我 我不知道是剛好 還是就是 因為是用英文 所以他就覺得 少問一點問題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不過 如果用日文的話 那說不定就可以多得到一點牛奶 呵呵呵 對 那就是 店員問了這一句 要不要幫你補牛奶 這一句話用日文講是說 その分 ミルク 多めにしますか その分 ミルク 多めに しますか 多め 就是稍微多一點這樣子 比本來的 標準的量再多 這樣子 叫做多め 那當然也有 就是偏少 比較少就會變成 少なめ 少なめ 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記得一下 好的 所以那這整個點餐的日文對話呢 應該會說 好 那在星巴克點餐的日文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說不定可以跟大家交一些 比如說比較客製化的一些 糖漿多一點 冰塊少一點 這種東西要怎麼講 有機會的話 或者是大家有什麼特別想要知道 怎麼講的句子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說不定之後 就可以再做 再多做一集唷 那今天的一句日文是 ミルクをもっと欲しかった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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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Tiffany 我每個禮拜一跟五 晚上都會出一支影片 記得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我們請多多多次 我們請回到《itesh Mutate嗎?》 我們請回到«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請回到這裡